我是书晓东 今天是2020年的9月1号开学季 9月1号开学 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了 到现在了 我看新闻上也没有那开学的那姐姐 来做开学什么什么视频 我好高兴啊 那姐姐怎么了我也不知道 反正东东骂上谁倒霉 这回坐在我旁边的 是大家可以看上次的回放 这个是此时此刻 我要把回放放上去了 什么优惠啊 要不然给你们补助 要不然就减免你的房租 对吧 要不然就给你们免费的 在某某的什么网站什么做推广 这都体育局做的事 他给你们做过吗 以前没有 不过我觉得体育局 肯定会给我们发钱 你看看 这这就是健身房老板小粉红 那你预测体育局 什么时候给你们发钱 疫情过后吧 疫情过后 体育局说了 这这过后 没法预测什么时候过后 那怎么办呀 看回放 就是那个中国啊 就北京的粉红健身老板 杨斌杨老板 你们看这个视频了吧 人说了几月份的 咱们采访了 六五月份了 说国家会帮他的 那体育局会帮他的 然后会给他补助的 马上关张了 你说多开心啊 不是多遗憾你知道吗 太遗憾了 完了之后 为什么请姚老板来啊 杨老板就特别无奈 我还说了 我说你这是怎么样 他说小东不是我这 是整个都完蛋 不是完蛋 就很多都完蛋 完了我说哪完蛋呀 他说了好几件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杨老板 我先采访一下 你说这什么体育局帮你啊 给你这给你那给了吗 没给 那你你现在这管 什么什么状态呀 今天早上八点钟 然后这个 我这边房中 过来拎着锁 把门给我锁了 你们的房中 把门给锁了 你那你没跟他解释 疫情没生意呀 解释了 不行吗 不行 其实现在政策 那么的政府提倡的是 租金给缓交 对对对 政府提倡了 这是号召的 号召的 我这个房中不管 不管 那政府应该帮你说话呀 那好 咱们这边不瞎了 不瞎了 麻烦您了 谢谢您 那这个政府 那政府之前说了 就应该帮你 体育局 咱们不说政府了 体育局 干嘛不帮你啊 体育原来 原来我们的群 群都算了 群都算了 这疫情之前 又是不让复产复工啊 就是不让这 不让那的 现在可以复产复工了 为什么又不帮大家了呢 也就是说你这原来是你看采访中够穿红衣服粉红老板都白了你知道吗红白喜事你知道吗骡骡脸都白了他都说那你那你现在这帮会员不得跟你穿了 对 会员很明显 让我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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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补偿 对 后续的后续有交代 那你还算有良心 对 那 关门就走了 是吗 那现在如果看这节目的北京的有什么富婆啊富工啊什么的能跟你合作或者收你那个有戏吗你觉得 敞开双臂 敞开双臂是吗 那有什么条件吗我就提大家问问就是说能帮你收你那管你管什么地方先说说大家听听 冬四环冬四环十里副公园一八七案不是都说号称是二奶村吗 哈哈别这么说 不是啊不是不是反正都是美女在那健身哈那你都关张了你说多惨你没找几个富婆收购一下啊 实力不允许 实力不允许单身吗 单身 单身那这里冬哥给你争个亲呗 哎真的要是有四五十岁富婆看着你了收了小伙子把你的管位给你收了给你养起来了 你跟我咱俩相亲相爱行吗你干嘛 别这么说的肯定是因为爱情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肯定是因为爱情 就比如说这姐姐啊也就是四十五六岁你建议吗 我不建议 你看看就北京的粉红老板多好啊不建议是吧 不建议就是为了爱情 对 牛逼 然后再接着说 听说不是你这一家 听说你听说是北京城很多都很咱不能说观证啊都很艰难是吗 我给你看一下 卧槽还能让我看一下 这这就是北京的粉红老板啊 现在红白喜事了已经啊都这样愤怒了你知道吗 愤怒了 大家看我上次期的回放啊我有会回放出来的 你看 现在 我念啊是啊现在不是他说的啊他们的群啊北京健身老板大咖群是啊现在没法说啊政府一声令下停业六个月现在谁管你他妈的会员投诉工商局退款还要求必须退哪上哪说里去那我问你啊你的会员让你退款了吗 有啊要求啊那你跟他商量吧我听说杨宾还行这我们这个老板还行把这些会员呢带着钱都给其他旁边的健身房全收购了的全把会员都安置了安置了多牛逼啊这就不错啊我操而且是都收拾有有有有的哈就行不就带半心塔了对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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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那些父婆嘛看看我们那杨宾的小奶妈不是吧小奶狗多大了杨宾 二十二十五个睡得大也不错 年龄年龄也不说反正是挺不错他说了啊上至五十岁阿姨都可以建造是不是哈哈哈哈他这这这意思啊他说了都为了爱情都可以那咱们继续我听说好几家啊我听说你帮我证实一下这回我说好吧 现在的青鸟听说好像也要地震了是吗对也要地震了是彻底倒了呢还是说还是说快不行了还是怎么着现在是所有的门店基本上都滚停了所有门店基本都滚停了青鸟可是北京健身房的一个旗帜啊对今天我们刚看到了我们的解释那这还有证据呢不是对不对 仅仅仅仅仅是因为七天的租金无良二房东请占三千万资产店店青鸟体育 卧槽国航旗舰国航旗舰店青鸟完蛋了完蛋了青鸟卧槽那不止青鸟我什么听说还有什么什么原来我知道啊宣伍门东庭也不行了是吗 不是东庭挺好东庭挺好东庭这品牌应该也做得好还好现在有一些就都困难了 那你帮我说一下哪个品牌的健身房不困难没有困难 澳门仰仓不是号车是高大上的最新的品牌吗对澳门很挺烈挺烈现在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现在不了解他真的财务情报不了解我觉得还还不错还不错只能说其实现在北京所有的健身房现在都是说现在能开着的就是都在想办法去怎么让他去延长这个寿命 大家说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俱乐部都是那可能两个品牌之间能合并的看看能不能合并在一起 暴团取暖对对对对他们怎么取啊本来就没有梅没有树他们暴脸早晚都得冻死啊 哎哎哎哎哎哎是吧 大了今天要想大了 因为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扛过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按理说健身房应该是能挣钱的地方啊 马上就凉了十月份了就健身房该起来了 十月份了天凉了健身房起来了 对啊都进来了健身了 北方是这样啊 那跟南方不一样 大家知道北方基本上十二月后 一月二月就生意都很平平常常 很一般 一般 我们都是拿这三个月啊 就是能够维持正常的开支 能够开修 对 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去去年的去年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是在冬天 等着等着就是完蛋 所有的健身房都是已经排完钱了 然后又赶上疫情又赶上疫情 资金量很多都是都是断了 现在等于像你原来说了一句话就特别感叹就是 健身房现在不开门还能凑合活着 一旦开门就基本上死快了 对 大家听听了吧 这就是北京健身房的目前的现状 这是粉红老板 粉红老板 那你不给地狱局呀 或者有关部门呢 写信或联系一下 能不能帮助帮助咱们 我们肯定会肯定会做 因为今天是今天太突然了 今天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八点钟 现状中到店里 我已经也拎着锁过来 就来关你门来了 那你煽动 那你组织些员工什么不让关门啊 硬疼硬疼啊 干嘛还打架啊 不打呢 那是你作为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长城 对吧 健身人民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起来起来 我们慢动一心 是不是这意思吧 想着敌人的炮火 二房东的炮火 浅金浅金浅金金 上啊 在国家不说了保护咱们吗 虚啊 虚 他说虚 你是甚虚啊 还是心虚啊 心虚啊 心虚啊 你这粉红老板呢 原来你跟我指高气扬的说 没事小东 有关部门会保护我们 我们会起来的 我这都有视频证据啊 我们现在自己也失望 失望 如果这里有人帮你 北京的老炮轮帮你 巴达 来李箴 你这个健身房到底怎么能活 我给范范 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能活 我们现在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 于是现在这个 这个房东不同意 缓交 缓交这个钱 就是现在是不是 他免了几个月 您说免免免两个月 之前欠了钱一把给我交了 免了两个月 还欠了四个月 对 那你这也够惨 哈哈哈 好了四个月 五十来万 那平均一个月十二万 就是现在 国家政策是政策 执行是执行 有政策 他妈没有人执行 没有人执行 可是 方东姐来一句话 他妹子生孩子 我也吃饭 平不过钱 对吧 那也就是说 狗屁 这政策就是狗屁 那老百姓 该倒霉还是倒霉 狗屁不狗屁的 我不说 那我说 我说我替他说 反正他说的 我只是替一下 那你现在我想问一下 那现在也就说 能帮你交了这个五十万个房租 他们你就可以营业了 或者是有人掏五十万个房租 完了就给你买下一个健身房了 那些什么气劫乱八道 你一分钱都不要 不要 不要 所以只要 实际上这个 就是说 健身房其实不设的 都是周边一公里 两公里 其实差不多都是附近的居民 就是说 大家都是抬头部线第一周见的 就是我 我是希望说给大家有个交代 就是说不管是说 这个我把会员去给到 其他周边健身房 其他人谁能去 这个这个 就是 他人家说说 说我把这电脑转出去 就是我亏损没关系 我已经赔成这样了 那现在 那么一在忙上告你怎么办呀 去法院 其实告我还不如说 我给他找的这个 这个安排 这么安排 哦 明白了 那也就是最后 那你这个人就问啊 我可以帮你掏钱 我把你的管收购了 四十万个我抄了 人得问 那你这个还有几年的合同和房租 这时间长了 还三年半 三年半 三年半 人家要是还得先掏 先没钱 那也挺紧张的 人说有没有优先的许约什么的 这个 其实现在房东那边 就是说 就我能理解啊 就是房东那边 你逼我也是 就是因为人家里缺钱 嗯 现在没有人缺钱 对吧 你也缺谁也缺 缺大缺少了 对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硬性 人家大房东 大房东 没给他免 他也没办法去 自操腰包去去 就不是容易嘛 嗯 所以 那也就是说大房东 其实给他买了两个月 他能给你免了两个月 就这意思 有可能大房东都没给人免 我操那哥们那太惨了 大房东 听说是个国企是什么 事业单位啊 对 哎呦我操 这太牛逼了 都不好 都没钱 那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我 只能叶总会 叶总会也关了 你当鸭也不好当吗 我上约上班了 你上我 我 我 再说吧 这个我噎的我 再说吧 那你现在 那些会员就一个个的安置了 那还不错 那二番东 现在关注的管也不是个事啊 能不能开一下啊 哎呦 现在不让啊 今天我们就会员上拿 去拿东西什么的 人不让 不让 要不让进 那会员东西都靠里的吧 对 有一部分会员的东西都靠里的吧 我们鞋啊 人家都 拿不出来 哎呦我操 别人正像你这样呢 你猜 大概得有多少家 大概 大概现在 你猜咱们只是孤菜啊 我们不能胡说 就孤 孤两 咱这么说吧 嗯 我觉得跟我现在处境一样呢 嗯 嗯 这样这行业的可能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已经被锁了门了 被锁了门了 百分之二十 对 紧张的 紧张的 百分之八十 我没听说谁挣钱 我没听说谁挣钱 我没听说谁在这段时间就是过得很好 然后很姿务 嗯 我也就你 我我我我没有了 嗯 我没有了 我也是打工仔 我现在就打工到处跑 上课 就是就是这样 最好的生活 我是最好的生活 这是现在最好的生活 那你没有想到再做一个工作室什么的 也不想了 不想 心灰意冷了 也就是说你被目前的状况逼的只能去叶总会了是这意思吧 被逼的 对 就是杰克逊嘛 被逼的 被逼的 这个意思 那叶总会的话 你觉得你是几百台的 去叶总会 不是我就问问 大概八百台 八百台是不是算 靠我了 我那的话 我那我也叫四百台 哈哈 你八百台不行了 关键你个头不够 对 其实东高也想了 我我又想了我想五百台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胡子 有的女的吧 就喜欢这种天生野蛮的 我就喜欢像伤毛嘴巴的 我就喜欢像把我捆起来的 有这样的女的你知道吗 这要东高去的话 我觉得宝琪得翻翻 我要八百 你这胡子不够 你像学我这样的 我就喜欢你这伤毛的 有的喜欢的 所以现在 求保养吧 我就不说上次 我问了几个哥们吧 还有问宁兰 那模特 人说嘛 现在就是 女的包养男的 男的包养女的 现在被包养的是最爽的 真的 这是宁萌 宁萌说的 宁萌 你看我那采访吧 宁兴啊 那古吉古吉的 采访你看了 人说的些就是 就是被包养 求包养最好的 我这不这我这也行 万一有外国的什么的 华人俘国巴达就包了你呢 是不是 我还是他的事知道 我现在干掉我自己干的事 是我知道 刚才你说了相信爱情的力量 哎好 大家你看啊 其实反思有多大啊 就是反差 五月份的时候 还跟我信誓单代 说会好起来了 有关部门会帮助我们的 一切会好的啊 巴达现在呢就是歇逼 就准备求包养了 就是原来会好起来了 现在呢就是歇逼求包养状态 这就是北京目前健身盲状态 那么说全管 我呢也告诉大家 北京挣钱的全管是百分之五 挣钱的啊 百分之五 凑合活着的 百分之六十 凑合活着百分之六十 那就是不是倒闭的 就是破产边缘的 就是快将死的 就是百分之三十五 就是北京 我说的还是比较理智吧 嗯 差不多北京 因为大宾呢 原来也是开全管的 也是开全管的 所以他也明白 我基本上也差不多算不高 健身房的更更更惨一些 其实健身房惨 全管更那么惨 有几个练全管的呀 成本高 然后全管是受众小的 对 所以这个 明白明白 大宾呢 你还想给大家要说什么 分享什么 就是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健身爱好者 如果你现在的健身房还在开 还在营业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真的如果说他们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相互理解吧 相互理解 没有人希望 就是说 还是上面的话说 跑路 没有人 跑路 说这个词 跑路我们都认为是赚了钱 走了 对吧 没有说赔钱那叫倒闭 对 那不叫跑路 就是 也有点普及一点东西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健身俱乐部 基本上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对 就是很多是 就是不管是起诉也好 走司法程序也好 其实 到最后那个结果 我们之前我听说过一个 就是原来是朋友的俱乐部 朋友的俱乐部 倒闭了 就真是你就没办法 你不管什么原因 马上去经营下去 然后 这个一大堆会员去起诉 觉得说我们可以去得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到了法院 留城市 把所有的设备 健身设备 往往一拍 你装修你拍不错 突然你拿不下来 对 顶多你拿它吊灯 对 往往一拍 拍慢呢 这个 有10个跑路机 网上拍卖 可能最多出 1500块钱一台 那就挺贵的了 对 网上现在跑不及都三四百了已经 不不不 那是 就是拍卖 拍 拍 就要拍卖完了 拍完这些钱 比如说拍卖一万块钱 100个 200个 起诉的会员 大家分这些 卧槽 能分多少钱 所以就是 就是 同行们 同行们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说 监视不住了 你说 因为我也我也接收过周边监视房导致的会员 就是我们都希望这个市场 大家干干净净的 就不要不要让消费者去去蒙受损失 王群对这行业失去信息 就是行业 行业行业这些 这些同行们呢 其实 就是说如果说真的不行了 那大家商量一下看看 旁边一不远的俱乐部 大家谁能相互之间帮着你吧 这个 谁都有难的时候 谁都有过不去的时候 那你说现在 哼哼 怎么混成这样 原来 青鸟健身界的老大 咱们身边那么多朋友穿青鸟的 标志嘛 他是一个这个 商业健身的 十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 已经倒闭 倒闭边缘 耗沙 这是北京的底层健身最庞大的一个东西 品牌 倒闭 那又这么比起来 我觉得耗沙那会倒闭是非常明智的 趁到现在死无葬身之地 感谢我们的粉红老板 现在也不叫粉红了 现在就是穿麻戴孝了 你知道吗 祭奠什么呀 祭奠他逝去的那个那家拳馆 你知道吗 我们为这位杨斌哥们 把他那个去世的拳馆 我们默哀一秒钟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到这不能喊停啊 为什么 今天东哥继续要直播吃东西你知道吗 因为杨斌非常的悲惨 这个时候呢 我为了来激励他 来激励我们的好哥们儿 让他有勇气的活下去 别人第二天从哪楼上跳下去 跳下去人不少最近 最近跳楼人特别多 是吗 那那华大老板不都跳下去了吗 那电影业的华大老板 副统 好多都跳下去了 完了我也不希望他也跳下去 完了跳下去也行 穿个粉红的衣服跳下去啊 第二天我跟你说 变成厉鬼找他们去 行了 来来来给我吧 我来开始吃饭了 谢谢谢谢 那也行 你拿来也行啊 随便聊吧 瞎憋瞎憋聊吧 这没问题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 我现在 这是纳豆 他们说是屎 不如屎 咋还说不如屎 特别好 冬瓜也不是没吃过屎的人 吃过 但是相对来说 这纳豆比屎好吃 这是真的 我告诉你 屎是什么呀味道啊 你都没扎吗 上次吃了是不是 我吞下去了 屎是色的 像什么啊 像还没有长熟的海棠 特别酥 而且呢 味也特别臭 榴莲臭 起码甜啊 对吧 下面我要 为什么 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要吃干净 光盘行动嘛 对吧 现在很多的网友说 老说冬瓜他妈的浪费粮食 冬瓜才不浪费粮食呢 你看啊 三文鱼爸爸 冬瓜现在看什么都像爸爸 冬瓜现在看什么都像爸爸 好 你别太近照我鼻毛了 嗯 嗯 他们说 他妈的北京那三文鱼说吗 有新冠 胡吉巴扯蛋 就哪个部门跟傻逼似的 你妈的妈叫鱼有肺吗 他我的妈的 嗯 说水产市场 因为水产市场流动大 所以留人有可能感染 你说哪他妈有动 我瞎鸡不弄的 合着三文鱼北京那些啊 就那那半个月好几几百吨几百吨三文鱼销毁 你们知道吗 多他妈可怜 这他们三文鱼照谁惹谁了 终于最近能吃到正经的三文鱼了 我在我也做广告啊 冬哥也挺牛逼的 这他们叫什么 金什么家 金泽家 金泽家 行吧我老在金泽家吃 我他们家跟我没关系啊 也没有什么股东 什么都没有 冬哥就是爱吃这家东西 完了服务挺好的 完了食品真的挺好吃的 实话 实话 我没有任何联系 就是爱吃 冬哥是美食家 老哪吃到呢 我刚发现 这三文鱼今天挺好吃的嘛 这酥子叶 你知道吗 三文鱼先蘸 蘸完之后 搁在酥子叶上 你看啊 搁在酥子叶 要有人说不行 我这口啊 口清淡 你再弄点这个 这萝卜条 不好意思啊 这是酥子叶啊 酥子叶 巴达 一站 哎呀 芥末多 芥末多 芥末头芥末有点多 哎我去 啊 啊 好吃 好吃 大家吃三文鱼吧 别听那帮傻逼逼逼得的 啊 喝口水啊 哎这是剩下点牛肉饭 你看啊 剩下牛肉饭 冬哥是一个勤俩的人 冬哥呢 响应国家基本号召啊 响应国家基本号召 说他妈的 真爱粮食 是吧 冬哥真爱粮食 冬哥吃的 全是冬哥自己花钱挣的 都是他妈东哥自己的 有一帮臭傻逼 他妈浪费的 那他妈基本都浪费的是 他妈老百姓的啊 我先吃了 对对对 有点叶 慢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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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厘米我他妈都不压剩的 鬼子末日快到了 哎 光盘行动啊 就他妈下铁了 光了啊 兄弟们啊 光了啊 今天的视频 哎 就到这吧 冬哥还有什么想补充呢 吗 比如说 你可以下站到五十四十八四十七的都可以 爱情的力量最伟大 对吧 万一有一个富豪男的喜欢你怎么办 不考虑 爱情力量是吧 行嘞 就他了 今天到这里了 避免万见 感谢我们这个粉红健身房倒闭老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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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